第五个呢我们叫半身汗出 半拉身的出汗 玛丽阿姨半身汗出 您觉得是哪半身 上边下半 左边右边前面后边 就是上半身呗 由脖子一直到肚子上的 什么俩嘎着窝啦 前胸后背都出汗 您觉得是这么分的半身 应该是怎么分 都可以 半身汗出有指上半身汗出 还有以正中线来分 正中线分完了以后 左半身汗出 右半身不出汗 有这样的人 右半身出汗 左半身不出汗 真有这半辣出汗 这半辣不出汗的 你还别说真有 是吗 我前两天门诊的时候 就有一个老先生来找我来了 说那个 大夫你看看 我这人不爱出汗 身体挺好的 但是呢 我有血压高 有糖尿病 但是我控制的挺好的 我都吃着药 我控制着 那么我这两天呢 我突然觉得我这个半拉出汗 我这个左半身出汗 右半身不出汗 它是这样出汗的 它是中间这个 中间的这部分 左半身出汗 右半身不出汗 他说你看看 我有没有什么问题呀 我好好地表扬了一下 这个老大爷 我说你看 您知道 就这半身汗出 您来找我来看病 他如果不来找我看病呢 对吧 他在家里 他不打他当回事呢 我说这个半身汗出呢 我就跟他说 因为您既往有血压高 有血糖高 而且您年龄有70多岁了 本身动脉都有硬化了 肯定血管就容易堵 那么您现在又有这个半身出汗的这种情况 我建议您还是做个头颅CT 做个CT去看一看 因为您虽然没有这个 比如半身不随啊 瘫痪啊 这些没有到这个程度呢 我说您做个CT去看看 老先生结果当天就做了个头颅CT 因为我们知道头颅CT当时就能做 不需要增加 做完了以后 它真是有腔细性的脑颅塞 就是非常小的这个梗塞造 这个是大事 对 然后我们住院 然后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治疗 它恢复的挺好的 出汗也好多了 然后出院回家了 然后把这个动脉硬化的药要长期的吃 就是一个简单的半身出汗 那么推测了一下 结果真的查出来 头颅里面有脑血栓 对 这个还真是个大事 幸好他自己有这个意识 对 所以我为什么表扬这位老大爷呢 我就觉得你看他知道来找我看病了 太好了 对吧 要不然的话就错过去了 是的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 无论您是年轻人 这一点可以给自己看 也可以给自己的父母看 如果是老年朋友 关注自己的同时 也要告诉孩子 这个半身出汗 无论是这样分的半身 还是这样分的半身 没有前后是不是 没有没有 没有前后片 那么如果出现了半身出汗 要值得我们特别的重视 是这样的 贴到肩膀上吧 你基本上现在已经是变形金刚了 你知道吗 穿着那个战斗服呢 半身出汗 半身出汗呢 其实还是一个 尤其是我说对于老年朋友来说 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半身汗出呢 一般我们说的这个 两边不调 不通畅了 是的 气血不合了 或者是上下不通了 或者是左右不通了 出现这个情况 还有提醒老年朋友 一定要注意这个半身汗出 就是老年人我们一般都有高血压 糖尿病 患心病 动脉硬化的这些表现 包括血脂高 血糖高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 它出现一个半身的汗出 那么我还是提醒大家 最好到医院去做个检查 就是问题比较严重 对 是不是有没有脑血栓的前 中风的前兆 那么半身汗出 因为它气血不合嘛 我们可以吃一点枣 又是吃枣 枣呢 它可以调和气血的 调和气血 另外如果刚才我说 就像老年朋友 如果出现一个半身的汗出 一个到医院看一看 另外可以吃一点 活血化鱼的 像三七粉 那这一类的 三七 这个应该是知道的 嗯 这个它可以 活血化鱼 调畅气血 治疗动脉硬化 所以对这个半身汗出 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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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